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对比 高低历险 前者是渣男 后者是勇敢追爱的情女子 值得人羡慕尊敬 然而现实远比小说更狗血更精彩 原来戴S和这个二婚老公可不是离婚以后才有的联系 而是早就已经暗度陈仓了 根据戴S和汪小飞的离婚声明 他们是2021年11月22号离的婚 居君业则在11月20号时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 其中的英文注释颇有意思 让我和你在一起 让我抱紧你 我想成为你的爱人 而不是你的朋友 后面配上爱心的表情 激动不已 居君业在戴S官宣离婚前两天 就发出如此强烈的善爱动作 让人不禁想到是否与戴S有关 戴S是否婚内出轨 很难说 毕竟离婚生命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离婚时间 本来这还不算实锤 但她的妹妹小S为了炒热度 将姐姐的出轨之嫌落实了 小S说居君业始终是姐姐心中的一个遗憾 二十几年没有忘怀过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戴S即使跟汪小飞结婚生子 心里一直有别的男人 一个男人可以说他不好 可以说他婚内出轨 但你说他被人戴了绿帽 他怎么都不可能忍 于是乎汪小飞直接在微博上质问小S 是不是忘记吃药 问他为什么要胡言乱语 至此汪小飞和大S离婚大战 应该才开始拉开帷幕 据传汪小飞连夜派人去大S豪宅 将家里的东西搬空 本来说好的东西是留给他的一双儿女 而不是野汉子的 现在小S的做法 无非是在他的雷点上蹦跌 就是找骂的节奏 汪小飞已经在微博上将大S删除 想必是不打算留一点情面了 实际上他没有权利干涉小S说什么 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可见那一口怨气的确憋了很久 汪小飞想要抢回抚养权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大S主动放弃抚养权 一是他能够找到大S 不再符合做监护人的有利证据 比如说孩子被虐待 违反离婚协议中相关规定 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等等 然而以大S的性格 他断然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 也有足够的钱养孩子 况且官宣结婚后 他已明确表示 不会再生孩子 也不会去韩国生活 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 据台湾余记说 去今夜到台湾不久 就开始在夜店当DJ了 原本以为大S新婚艳儿 应该会去支持 可没曾想他直接回复 不会去 因为孩子们九点要睡觉 汪小飞心里也清楚 要说有怨气 其实更多源于他不能接受大S那么快翻篇 小S翻脸太快罢了 也源于他很想争夺抚养权 但无可奈何 在汪小飞的微博下 那些一向认为汪小飞在作戏的人 觉得他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若真有本事把抚养权抢回来 早就干了 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 也有人说汪小飞只是乐于塑造雌妇形象罢了 如果真的爱孩子 就不会出轨了 然而事实上 这并不能划等号 很多人既爱家人 也爱情人 只是缺乏资质力 汪小飞就是这样的人 经常一喝酒就不朝北了 公然在网上 吐槽台湾的防疫政策 本来这个问题就相当敏感 尤其是对大S而言 毕竟他的人际关系全在台 作为学家主心股 一直以来他绝不容许任何人 伤害他们的利益 哪怕亲老公也不行 在外界看来 汪小飞这些酒后行为 则不经意间撕开了他一直以来塑造的温柔丈夫 舔心奶爸的形象 王思聪 一而再再而三的暗讽 又添了急把火 让人不由的怀疑大S是否所托非人 假如汪小飞真的如很多人猜测的那样 只是很会装霸了 那么一切对他的同情都显得多余了 可谁知道呢 婚姻的好与坏 人的好与坏 都不该有某一点好或某一点坏来定义 没有人是完人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逆龄 然而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 都不可否认是合格的爸爸妈妈 大S为了生孩子 没少吃苦头 为了照顾孩子 退居二线 而汪小飞呢 也许有秀的成分 但不可否认 他一直在努力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况且大人争夺 抚养权也不总是 只是因为很爱孩子 至少在那一刻 他更多是因为父权被冒犯了 他无法接受自家孩子外流 抛开法律原因不谈 孩子真判给汪小飞 他也无力照顾 再好的保姆 毕竟没有全心全意的对妈妈好 他不会看不透这一点 所以更多只是发泄罢了 而反观大S与居君业这边 开始进入婚姻生活之后 人生也是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不论是网友的评论 还是媒体的意见 看好这段婚姻能够持久的 真是少之又少 两人的年纪偏大 还是异地恋 分开这么多年 才又结合在一起 身份地位财力 相差悬殊 而且还有汪小飞的两个孩子 穿插其中 这样的婚姻不仅矛盾重重 而且想经营下去 没有全心全意的付出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最新的节目中 台媒也是对于大S与居君业 进行了分析 简单说 这段婚姻的根本 就在于居君业的忍耐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S的性格 真是异于常人 即便连汪小飞那么好的人 都搞不定 换成居君业能行吗 最关键的是如今才刚刚开始蜜月期 可能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 大家的新鲜感过了 后面要面对的就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了 一个老公不给包虾就不吃 一个老妈一顿不给做12个菜就绝食 能否过得幸福过得长久 还要靠两人的磨合 而且孩子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生活习惯的问题 婆媳的问题都会接踵而来 因此台媒的众多媒体人都下了一个结论 这段婚姻能走到什么时候 完全要看双方的忍耐力有多强了 如果忍耐力够高 那说不定两人的婚姻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忍耐力差点 说不定很快就要再次分手 最重要的是 二婚重组家庭 如果没有自己的小孩的话 很多矛盾只会日积月累 比如王小飞的孩子犯了错 拒进夜市管还是不管 要是管的时候脾气差点 或者说话的语气重了些 别说大S了 王小飞能接受得了吗 到时候肯定又会出现一大堆的事情 而且拒进夜和这两个孩子 该以什么样的身份相处呢 连语言都暂时不通 以后该怎么办 根据台媒的最新说法 大S与拒进夜 首先遇到的问题 就是在金钱方面 因为拒进夜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 准备要带着母亲一起来台湾生活 而大S也是明确做出了表态 不会与两个孩子搬到韩国去 如此一来的话 拒进夜母亲的生活问题也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根据台媒的说法 大S和拒进夜一定要把养孩子的钱 孝敬长辈的钱给说清楚 因为大S有两个孩子要养 那么拒进夜应该不应该给这两个孩子出钱呢 相反 拒进夜的母亲来台北生活 租房子的钱 生活费 大S作为媳妇是不是也要掏 当然如果大家都不掏 个人负责个人的部分 那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真要分得这么细 谁都不帮谁 那么结婚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没有面包的爱情 显然是无法长久的 即便两人看起来那么的幸福 但时间长了 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就是孩子的问题 随着两个孩子开始长大 拒进夜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金钱上 如果不投资的话 估计以后的结局会很悲惨 而且汪小飞也是明确表示 孩子不能去叫拒进夜爸爸 根据媒体的爆料称 两人也算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或者说是默契了 简单说 就是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 人都是各自经济独立的 其次在花钱方面 也是自己花自己的 互相不要拖累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 大S和拒进夜之间 不会为了彼此的钱财而勾心斗角 其次拒进夜也不用承担 那么多的舆论压力 毕竟以南方的条件 想给大S和汪小飞的孩子 一个非常优渥的生活 他显然是做不到的 其实还是看在孩子面子上 汪徐财产还没分干净 小S才热点惹怒汪小飞 如果抚养财产分干净了 大S爱跟谁跟谁 当然如果分干净了 九成也不可能有居俊业什么事情了 毕竟光是从财产协议上 就能看得出来 谁对这段婚姻都是有防备的 大S怕居俊业争财产 居俊业也不想在两个孩子身上 开销太多 哪里有个搭伙过生活的样子 更别说还有个天天蹭热度的小S了 小S还有节目要继续做 本来就是一直炒冷饭 突然发现蹭姐姐的热度 效果还不错 就蹭个没完了 当然以居俊业的实际情况上来看 这段婚姻维持个一年半载的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东西也是会慢慢浮出水面的 毕竟当初大S的母亲就没看好居俊业 而居俊业的妈妈也对大S相当的嫌弃 再加上性格的原因 这一家人能否走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